今天还在下雨啊 最近很多雨 但是今天下雨我们就不喝茶了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关于下雨的电影 很多年前呢 我就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夏日风暴 一个德国应该一个德国的电影 当时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为什么深刻呢 因为这个电影中用了很多 象征性的事件和镜头 来推进这个故事 来说这个感情戏 我就觉得说 这个非常非常的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那些东西我都看懂了 我就觉得哇好棒啊 这个做的实在 这个手法用的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 其实是可以用在我们平常讲故事啊 做视频啊 这个过程中的 我觉得这些手法都可以用 因为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讲一个 简单说就是讲一个 同性恋的一个小孩 他从认识自己到接受自己 这么一个过程 那具体就是说 在德国有一些高中的 高中的有很多赛艇队 那这些小孩呢 就是男的女的都有赛艇队 然后他们就到一个某一个湖区到那里 就扎营露营在那里比赛 那这个期间呢 这个主人公 这个主人公就叫他 没关系就叫他主人公 这个主人公呢 他有一个好兄弟 他们就是因为赛艇这种运动项目中的 这种朋友啊 都是非常非常亲密的 那这个好兄弟呢 他们一直都觉得 哇是兄弟 我们都是在一起分不开 然后他们也都有女朋友 然后但是有一天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天呢 他就突然发现 哦 就是他可能身体里同性恋的那一面 觉醒了 他突然发现 哦 我爱上了我的这个兄弟 然后他 他那个兄弟在那里睡觉的时候 他就想要去亲吻他 然后他兄弟惊醒了 但他兄弟就不是 他兄弟是异性恋 他兄弟惊醒了 就跑掉了 并且很生气 然后他这个过程呢 又被一些另外一群的 一队的人发现 那一队人是同性恋 男的同性恋 然后发现了 就就好像他很尴尬 然后旁边有水 他就跳进去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镜头 这个这种东西啊 我们现在第一次看了 都会觉得 你这个过度解读了吧 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几遍之后 就会发现 哦 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他也是 有他导演 这样安排是有他的意思的 就是他事实上发现 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但是心理上是拒绝的 或者心理上 对这种状态是一个 茫然的 不接受 或者说是感到害怕的状态 所以他 跳进去 就是说 这事实上 这是一个 同性恋的世界 他跳进去 但是他是一个 那个画面看到的是黑黑的 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是他在里面挣扎无助这种感觉 又很慌乱这种感觉 但是后面紧接着一场戏呢 就是这些同性恋的 这些另外一队同性恋的 这些赛艇队呢 就和他一起玩啊什么 然后一起 大家 大家就玩开了 一起又都跳进了 这个水里面 就表示说 他心理上 认同了这件事情 哦 大家 我们都是一国的 全部掉到了一个池子里 掉到了这个 同性恋的这盆水里面 大家都在里面玩 那这个接下来 有一场戏呢 就是真的 他找到了一个 同性恋的一个伴侣 给他 然后他们有一场 有一场这个 这个很亲密的戏 那这个就是说 他真正 事实上就是发生了 哦 我就是一个男同性恋 这样 然后这个后面 有紧接着一个镜头 就是一个心理镜头 就是看到他 就是在 在跑啊 奔跑啊 这是一个事实 发现自己是一个 男的同性恋 这一件事实 他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他想要摆脱 他时间跑啊 跑啊 这个这个 就是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 他一开始拒绝 那这时候他就想 哎呀 其实我是一个双性恋 或者其实我是一个异性恋 这时候导演就安排了一个 异性恋的一个一场戏 就说哦 他的一个女朋友过来说 哎呀 我们要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发现他不可以 就是其实代表了他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变化 他一开始说 对这个表示怀疑 虽然我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 我要摆脱 然后我要摆脱 我要真正证明 我是一个异性恋 但是呢 真正这个事情到了 他头上 他发现他自己无法做到 就加强了 哦 原来我是一个同性恋 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说 这个树枝状的这个故事 这个就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说 我就是以他一条主线 旁边 我需要什么材料 需要讲到这个故事 讲到说我要 因为我自己心理上 想要 想要证明自己还是个异性恋 他就加这么一场戏 那这个之后呢 好 又一场感情戏 就是他虽然事实上已经 接受了 哦 我真的是一个男同性恋 我也不是一个双性恋 我无法接受 但是呢 他又觉得这个其实很丑恶 就是或者说很多社会上 对他的压力 对他的看法 一样 他又觉得说 哎呀 我不要这样 我那个是很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就尽量假装自己 是一个异性恋 他还在那里 就是还在厨房 和他的女朋友打闹 什么什么 这个中间呢 就是他的女朋友 就出来就叫出来 就骂了他一顿 说你干嘛要自己假装呢 怎么怎么怎么 你这个是无法改变的 然后接下来一场戏 我就觉得 他插了两个镜头 非常有意义 就是他站在 坐在那里 骂完了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 前面有个水潭 他丢一个石头进去 啪 涟漪 就平静的水潭 哇 涟漪 就是衣食激起千层了 就表示他的心理呀 他还在纠结 挣扎 他非常的波动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象征性 就是一片云过来了 就是哦 符合他的这个 就是一个风暴要来了 就是说 也是代表他的心理状态 他自己心理最大的挣扎部分 要来了 他要不要自己接受 真正接受自己是一个同性的 要不要公开告诉大家 我就是一个男同性的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过来 安排了一场下暴雨 一个事情 他们本来扎营在外面野外树林里面 结果突然来了大雨 大家都忙着那个收帐篷啊什么 他就回去了 这是我和我的爱人的帐篷 我就不想要收 我还想要把水排掉 这个时候卡 一个雷 把一棵树砸倒了 这棵树就非常形象的反映 这棵树 跌在他和所有其他人中间 就是这棵树 把他和其他人分割开来了两个世界 这个明显就表示了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世界 就是我和别人分开了 就是我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个男同性的 我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我和他们分开变成了两个世界了 这是他心里一个巨大的一个纠结 就是这个镜头这场戏 哇非常真切的反映 他还要去找他那个好兄弟 还要去找他那个伙伴 结果他的伙伴要和他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 就把他推出来 他就受心里的煎熬 他就一个人待在那个 好像是洗澡间一样 黑黑的阴暗 缩在那里 就是他内心备受煎熬 觉得受到了这种 这种 爱而不得这种待遇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有那个洗澡水 一直淋着浇着他 就是非常形象 把他的感情具象化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再一场戏 就是哦 他和他的真的一个男同性的和他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 这场戏中间呢 就是真正是最后给他致命一击 就是一心恋推开了他 就说哎你 我不是我不喜欢你什么之类的 推开了他 把他和别人分割开来 那真正的这个他的伙伴的男同性恋 接受了他 两个人中间有一个讨论 那中间这个场景设置很有意思 就是他放了一个十字架在那里 十字架表示什么 就是宗教就是 或者说大众的一个看法 他要在那个压力之下 他和他的同伴讨论说 哎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我能不能真的接受我自己 我真的这样可以吗 这样在这个下面讨论 就是同时他还 就是他一直忌惮那个大众的压力 就是那个十字架的意思 就是主流社会宗教的那些压力 就是对他个人的压力 说他我可以吗 这样感情戏其实是很难很难表现的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电影啊 演感情戏啊 他就是真的演得很用力 哇不是鬼哭狼嚎 就是说怎么样要死要活这种 哦真的大姐 我觉得你你真的很用力够了 我知道你想要表现什么 但是还是很苍白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用了很多这种 外部的环境啊 事件啊 自然的这些这些场景啊 来强化这个东西 来描述感情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 至少我能读懂一些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能够帮助我了解这个剧情 能够知道他感情的发展 故事的发展 当然很多电影呢 都有用这种手法 但是有的呢 真的是用的很晦涩 或者用的很 很 很 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觉得这个电影是 真的是用的 呃层次 对我这个层次来说 我比较容易理解 那而且我觉得这种方法 大家都可以学习 我们也可以学习 然后以后我们做 讲故事或者设置一个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 特意安排在某个环境下 某一个事件下面啊 能够来帮助 推动 让我们更加了解 这个人感情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一些心得 和一些分享 好最后再补充一句 我是一个职业的视频制作者 所以我这个频道呢 我会分享很多 关于视频方面的经验 和知识 当然也包括一些 视频方面的器材 一些评测和分析 好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